哈喽大家好我是豪哥 今天是4月2号的晚上的8点20分啊 因为今天白色比较毛啊 今天是豪哥这里的一个私价体验活动啊 所以白色比较毛喉咙也有点痒 来这里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锂电池到底选择12伏还是24伏 我把那个洗衣机去拐一下声音有点吵 好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所有大家买房车的一些车友 比较关心的或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48伏跟12伏呢豪哥来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 目前呢豪哥呢在这里买车的时候 豪哥还是建议大家买12伏 那48伏到底有什么优点呢 12伏到底有什么优点呢 豪哥优缺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来说12伏 12伏目前是比较通用的这样一种地压 12伏有很多的一些配套的一些东西 比较说先说配套 豪哥这里的冰箱 换风扇 灯光 电视机 等等 还有什么四路接控啊 这些都是12伏的 那还有一个前面输出来的电源 那个防车的基本上都是EVIC底牌 包括大通啊EVIC啊 就是它电流会比较大 泄进会比较粗 发电那个逆变器的功率也只能做到3000瓦 也就是说你开了一个空调最多只能烧一个电话 电饭包啊 不能再开别的东西了啊 那48伏呢 目前48伏配套的东西在房车里48伏的还基本没有啊 那它的优点呢就是说啊电流会细一点 也就是它的泄进会细一点啊 也就相对来说它不又会有过热发热这种泄下 然后呢缺点呢就是基本上没有配套的48伏的系统 比较说冰箱 它没有48伏 货外风扇它没有48伏 然后电视机啊什么那个湿路接控等等都是没有48伏啊 也就单独的它只是一个就是说48伏啊 那个那个相对来说它电流小一点啊 然后那个功率可以用大一点 目前的好处就是这点 那汽车发电呢也是汽车啊行车的时候也是只有12伏 也就是它的一个转换密别是这样的 12伏发电出来经过升压进入48伏的领电池 然后再经过再架压变成12伏 再给目前的冰箱四路接控电视机坏风扇 呃等等12伏的电源用 好哥姐在这列了一个表格啊给大家看一下 画的比较小啊 上面就是12伏发电机出来进12伏啊 然后出去12伏的一些呃电器使用 然后48伏呢就是12伏出来 48伏呃进是呃升压进呃进到48伏的领电池 然后再架压变成12伏再用给冰箱啊 换风晒等等一些用啊 上面就是直接逆变器变成225 逆变器变成225伏 还有一个就是逆变器它可以做到6000瓦 它只有3000瓦啊啊啊 简单的啊我们因为我们要讲一些解带易懂的人啊 更多的一些车友高入门的人能听得懂啊 不要讲的那么复杂也不会讲的那么啊高大哨啊 就是简单易懂的那为什么豪哥一直说呢 你有升压你有加压它模块越多它 损耗就越多它的故障力就越多啊 也就是所谓说48伏有优点那肯定也是有缺点 至于未来会不会48伏成为主流 豪哥不凯肯定啊也不凯不敢袜子去断定 目前豪哥这里还是建议大家装12伏的电会更稳定 因为为什么像豪哥12伏的电基本上是配的里电是1220的里电是 像到于15度电啊打空调 两个晚上加一个白天足足够啊 你只要在路上待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因为除了夏天才会用这么多嘛 你平时又有太阳能补充的话 电基本上是要用一个礼拜完全没问题 豪哥现在1220的电视就可以完全胜任你在一个地方待一个礼拜 因为你还有太阳能补充嘛 你只要不打空调 用一般的 比方说普通频率用啊 比方说你电饭包 烧个饭 然后烧个水 然后偶尔洗个衣服 一个礼拜没问题 对吧 而且有一个它发电机也是12伏的 出来也是没有升压没有加压 也就12伏发电机出来 进12伏的锂电池系统 然后12伏锂电池系统出来 然后给12伏的电视机啊 冰箱呀 换风塞呀 四路接控啊等等 12伏的所有的东西系统用 也就不用看那边去 这就是最稳定的12伏系统 到目前为止最稳定的 至于人家说的啊 12伏卸电流会很大啊 卸进会很粗 这已经经过那么多年的房车发展 不存在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啊 那48伏呢 也就这几年才开始应用到啊 房车上里面用啊 但是目前48伏还不成熟 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现在前面的发电机 原厂的都是12伏的啊 也就是没有48伏 你要是原厂是48伏 好给大家看这个列表啊 原厂的要是48伏 你只要把这个看一下 48伏输出 直接进48伏的里电视系统 那你少一个深压模块 也就是你故障率会加低一半 没有办法 你后面再加压 变12伏 那故障率会加低很多 但是前面48伏 发电机都没有 很多茶家也会就私自改 那就有很大的 安全隐患啊 因为你发电机12伏变48伏 它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转速是比是不一样的啊 然后还有一个 为什么48伏还不成熟的原因 是所有的配套的东西 比方说冰箱 换风晒 比方说一些油热机 对吧 一些速度接控 灯光 它还都是soft 那你又加一个模块 模块越多 故障点就越多 对于一些玩法车 目前都是以60后为主的一些 年纪大一点的 60岁左右的大爷来说 动手能力没那么强的人 没有办法自己去解决一些故障 笼体 而且我们打个表 出去外面玩了 12伏 48伏系统坏掉了 你没办法用了 对吧 你说你可以 开回家用 或者你回来再修 那你所有的电器不能用 你怎么生活嘛 而且好多48伏 加压模块 深压模块 所有的地方都不一定都有 啊 所以你基本上都要反差修 所以说这会就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 但不是所有的车都会出故障啊 你只要50台车里面 100台车里出这个几台车 对差价来说也许是1% 2%的概率 但对你来说就是100%的概率 啊 所以有人问我豪哥 到底买12伏好还是48伏好 豪哥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说 目前成熟的就是12伏 也是最稳定最可靠性价比最高的啊 而且48伏现在还要加加什么钱加什么钱啊 性价比不是很高 故障点又很多啊 所以豪哥拍这个视频呢 会得罪一些啊 有烧啊 或得罪一些人吧 但是豪哥呢 作为一个车友 实话实说 只是分享豪哥个人的经验啊 至于他觉得48伏好 那你可以听他的 没有问题 那你资讯豪哥 豪哥告诉你 目前12伏系统是最稳定 最可靠 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电路系统啊 不存在说什么故障点啊 基本上12伏不存在那种故障点 因为你有升压有架压 模块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所以又加上现在的刷发 那故障点就更高啊 故障点就更高啊 所以你要问我豪哥 12伏好还是48伏好 我会告诉你 目前阶段12伏最可靠 我们出去玩外面 可靠安全 对于我们玩罚车的人来说是 首先要考虑的一个点啊 至于你说功率能用多大 同样15度电 你用6千瓦 也许用10个小时用完了 我用3000瓦 我可以用20个小时 你省这点用嘛 你不能同时用嘛 因为这个电它总共是有限的嘛 它不像家里的电远远不断 那你抓功率大一点 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你这个电本来它是有限的 你要抓那么大的功率 你的时间 铁度就短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 当你首次在选择房车的时候 选择电路系统的时候 豪哥给你个建议 12伏可靠稳定 目前豪哥用的 已经第六台房车了 抓的还是12伏的 电路系统 打个比方 未来48伏成熟了 你12伏电路系统 直接换成48伏系统 没有问题 明白 因为它线性粗一点 没问题 打个比方 你48伏用的 哎呀不舒服 不好用 你想改回12伏 对不起 泄路重走 它所有的泄路都要加粗了 不一定好改 所以说 目前阶段 12伏还是最可靠 最有效的 这样一个稳定的 一个泄路系统 目前基本上豪哥这里 卖了那么多台车 没有出现过12伏系统坏掉的 或者不稳定的 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12伏为主吧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 未来呢 豪哥的48伏等稍微成熟以后 不要说前面发电机有48伏的时候 豪哥自己也会抓一台 做一个测试 就好比 啊 豪哥之前呢 就是都是用的顶制空调 那也有人说一定要抓家用空调 那没关系 豪哥也会 让你选择抓家用空调 那为了印证这个性能 到底可不可靠呢 豪哥 在我的第六台测试 也就是豪哥目前自己定了一台 旅行家一号 就抓了一台家用空调 因为 为什么抓家用空调 两个原因 第一个 确实为了测试这种各种跌波路段的 它的可靠性 啊 第二个 马上下贴要到了 你现在用家用空调 智能效果 肯定会比顶制会更好 更省电 声音也会更轻 啊 这也目前为什么豪哥会 在第六台测试里 做了一台家用空调 但是豪哥接下来还会给自己再做一台车 自己专门用的 第七台测试里 豪哥还是会抓顶制空调 啊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房车出去 基本上跟着季节走 哪里辽快去哪里 哪里暖和去哪里 而且豪哥身处在上海这个地段 他不是在深圳广州 他的下贴的 打空调的概率更多 像上海这个地方 一般也就三个月到四个月 到顶了你打空调 对吧 最热的就两个月 你每天都在打空调 其他还有两个月 你可以中午打一会儿 稍微就不用打 啊 所以北方客户 你要跟着季节走 抓顶制空调就可以了 啊 这就是豪哥的一个理念 好了 希望对大家雪购房车 有所帮助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朋友们 拜拜